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阿佩小四 这里是九月的小四呀 马上要开学了 不过趁着还没有开学 先去学校还一波书 顺便绕一圈 错过了学校最美的樱花季 再怎么也要抓住夏天的小尾巴 学姐说这里有一棵丁香树 据说很香 虽然我好像戴着口罩奔不太出来 像这样的大树随处可见 今天天气不错 所以觉得好像还挺好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标志型的建筑物 虽然我也不知道干啥的 然后这边是我们那个球场呀 每年的时候春天这个地方 会有很多的樱花 现在有很多草的那个 是我们上课的樓 新樓就不过去了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的电影学院好像是 同学有在那边上课 这个呢是一个大的球场 然后他们有时候玩那个rugby啊什么的 这是我们需要路上随处可见的 然后你可以就是用 拿一点那个sanitizer 用脚踩一下就可以拿到了 然后这边的树反正就很多了 然后我记得前面的几棵是樱花树 今天反正天气还不错 然后这是那边就是另一个球场啊 我们往前走走吧 然后那个是pub 是我们的酒吧 然后这就是一个操场 这边有很多的座椅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边晒太阳 然后就不拍人家 这边的那个是刚才介绍的球场啊 前面这个我们以前有上过那个数学的那个tutorial 是一个很老的楼 大家可以进去看看 里面有恐龙化石 假的 然后还有反正就很多东西 看灰气线 我们这些鸟特别多 然后刚刚和学姐在操场上 在那个椅子上坐了一回 然后很多那个海鸥 就我们都被吓了 都不敢在那坐了 因为刚才有个人吃了三明治 然后那海鸥就扑上去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然后这边好像是一个工地吧 应该是新建的什么造型楼一来的 或者是入宿楼什么的 看这个天气好好 这棵树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花园 然后各种各样的花都有 我们可以从这边进去 好像不行 好像他们在装修什么的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一堆是樱花 我记得很清楚 还是桃花 然后有的时候在这里面会非常的幽静 我就不进去了 然后我们从Nassau Street的门出去吧 看这个装修 这不是装修 这个外建筑 我觉得非常的精细 感觉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今天 有可能是因为太阳出来了吧 再来一个操场的前景 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图书馆 有的时候经常是到很晚都能看到灯火通明 然后我们呢还有一个就是球 据说是被他们玩坏了 但是是可以赚的 就是这个 据说是可以推动 但上次我要推的时候被鞋挡制止了 不是给它推坏的可打扮 对它是真的能推的 因为每次来的角度都不一样 但是据说好像是真的给推坏了 然后现在就不那么能转动了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往下走啊 这个是连带一块的 Berkeley 然后Look of Kells 这栋楼就是我们的老图书馆 就其实是比较作为游客的感觉 给他们游玩的 刚刚就在那边有好多海鸥盯着我们吃饭 当我们没吃饭 要真被吃饭估计被叼走了 我还从这边走吧 这边忙可以出去 看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图书馆的自习室的感觉 就是底下这个位置 尤其这一匹位置 它是有一种那种飘窗的感觉 然后还能看到就抬头就能看到绿色感觉非常棒 而且是在里面会不受到海鸥的攻击 看 不注意看都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感觉好像这一只怀孕了吧 从我们刚刚过的时候 这一只就一直在这 不知道France Green那边能不能过去 不过今天就算了吧 反正也出不去 我现在脚也走疼了 我们就出校门吧 哦 这栋楼 这栋楼是我们据说是校长的房子 然后这样就出去了 这个是另一个 Gallery 刚刚上了一个卡 我们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沿着墙根在走 这个门前呢 就是我们叫的大门 门前这块小花布本来是一堆草 你看到底下本来是一堆草 然后它那个草里面现在种上了花 就是因为学校听了我们的建议 然后呢每个季度种上印记的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那个白色的应该是储具 有偶尔几个 红色的是鹰醋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大门景地 只能从侧门进 如果今天天还是不错 对面是爱尔兰银行的本部 然后大门景地 就好像Franc Square也看不到了 就先这样吧 还有我家炉慧最近终于忍受不住泥土的拥抱 然后自己折了 然后我再三考虑呢 就决定上手去救炉慧 怎么个救法呢 蓝腰砍断 先来个蓝腰斩断再说 然后 对就现在给它剪了 然后去叶 把那个土松一松 把那个根给它拔出来 然后晾根 希望下个月的时候能长出一个新炉慧 然后其实现在炉慧已经种到盆领了 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第一期的九月Vlog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